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创新进行时为您揭秘 养殖有新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盛产河蟹的江苏省却有个区域无法养殖出大闸蟹 这就是位于长江下游北岸的太兴市 究其原因是由于当地沙化的土壤存不住水 养不好水草 导致头下的蟹苗难以存活 这可急坏了当地最大的养殖户于成波 我们第一年三月份种草嘛 种草以后四月五月都很好 就是水草特别的好 当时水位不深 然后再过到六七月份的时候就是很奇怪 一个礼拜就是整个的水草就没有了 然后水就马上的就变坏 没有了健康的水草就意味着养不出大闸蟹 几度周折 于成波终于请到了上海海洋大学副教授马旭周来帮助 马旭周被大家称为行走在田间地头的水产专家 在对于成波承包的养殖池塘进行全面了解后 发现了水草不能长期存活的真正原因 由于你这个是属于土壤里头这个沙地好像比较高 那么这样的话呢 故草这个能力呢就相对差一些 如果一旦草高了 福利大 这个草就很容易飘起来 位于江苏省中部沿江地带的太兴市 是由长江江水长期冲刷堆积的泥沙 形成的高沙土土质 这种土质含沙量高 渗水性强 即易导致水草或因南扎根而腐败 或因缺乏营养而死亡 这也是于成波一直养不出大闸蟹的根源 这只蟹你看刚脱壳出来 都是软的 天哪 就是说这个壳 我轻轻地一按 就很软 是的 这样它就是最容易受伤 就铜类了鸟类了 都会就会伤害到它 它现在就是一点防御能力都没有 正常脱壳的时候 它都要藏在草的底下 脱完以后 这样的话不被发现 所以我们没有水草的糖 就是残屑比较多 残屑就是因为在它脱壳的时候 就是它的铜类也会攻击 然后鸟类要攻击到的话 它就会造成死亡 比如说要白鹿来了 一下就把它给捉破了 对的 它的嘴巴一下就把它的黄 里面的黄就会死 我们马上要把它放回去 胸多吉少 胸多吉少 眼前的这只大闸蟹 正在完成它这一生中最后一次脱壳 而刚刚脱完壳的它 极度脆弱 河蟹一生中 要经过二十多次的脱壳 才会真正成熟 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它要面对鸟类的空袭 同类的物伤 甚至邻居的反目 实际上 从幼蟹到成蟹 能活下来的 不足千分之二 要想养好蟹 应先种好草 水草在很大程度上 决定着大闸蟹的规格和产量 因此健康优质 以及一定数量的水草 是大闸蟹最理想的庇护场所 水草一死 水一变 那就河蟹 大量死亡 当时就说 说那怎么保水草 因为水草它是生长需要光照 那么就说如果草一旦高了 那么上面给下面遮光 学生叫自阴 自己给自己遮光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看我们水草呢 或者是我们把水草 都是变成矮草 矮草就像我们说 外面草坪一样 可以百分之百 那么要不每堆之间有间隔 那么这样的光照 鞋子可以照下来 从上到下 所以说我们现在呢 都推广呢 用什么 用矮草 草坪似的 长高的水草 由于浮力的增加 会脱离疏松的土质 漂浮在池塘里 好不容易种下的水草 难以生根存活 那么如何才能提高 水草的存活率呢 马旭舟想到了一个 简单且有效的办法 就是要在水草长高前 做到及时修剪 这个换了些 去换换换 理由就只要一滴 十公分这么多 在修剪水草的过程中 既要防止水草的 沿根拔起 又要留下一定的高度 保证大闸蟹健康安全的成长 一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必不可少 这个是一个钢丝锯 你看这都有锯层 那么这个呢就是用来割水草 那么效果非常好 我们把水草要割断 那么如果梁根耗下来 那么这个水草就没根了 它不能生长了 或者是这个水草呢 就有点老了 那么它这个锯的过程中 锯不断 有的把梁根就拔出来了 那么有的可能就是 无意中带出来一些 那么像我们这个呢 你看这就是锯断的 我们要求是这样 把它锯断 然后根还在里头 那么它继续长 嗯 用来做一些东西 交款 下走还是挺困的 因为被水草都已经俗了 好 是吧 那你先别拿 我得慢一点 你不要着急 这底下没有螃蟹 我不会采洗它吧 没有没有 你这一整螃蟹都跑了 好 我来试一下啊 我们往哪儿拉 我拉 好 你说我拉 挺简单的呀 你这个再往下一点 我还得往下一点 对 把这个隔杆往下一点 你手往上 手往上 对 好 就是我要割到位 对 它一拉一松 但是我感觉不到 我割到了吗 你看 割断了 你看 这都是我割断 对啊 你看 这都是你割断 直接和谐要感谢我 给它知道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没有带根 有 个别是有 因为它有些草老了 根就割不下 这个工具看得很简单 但是非常有效 对 效率非常高 是 然后再拿了 一些练习的 可不是 我不能保护 这多红人 一定是 要听到的 你没太能不能 到于 最后的 勇竟主 每次 有 让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水花生 那么一般是养蔻蟹糖里放这个草 等于说一个蔻蟹 那这块可以一个蔻蟹 那么这是三个蔻蟹 四个蔻蟹 五个蔻蟹 六个蔻蟹 七个蔻蟹 那么如果是平面的话 它这个栖息环境就是不够 就拥挤 很拥挤 那我们就给它水花生 那么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给它盖了一个楼 那么立体的 那么就解决了它的这个栽叻蟹的栖息问题 在三百斤 那么一斤呢 大概是多少呢 在这个六十只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多少呢 就是接近两万只 两万只如果就是没有水花生的话 那么在底下可能摆一层都摆不下 那么有水花生呢 这样它就可以在这 那么在水花生上待着 那么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平房 假如说我们只能住二十个人 那么盖成两层楼呢 就住四十人 那么盖成十层楼就可以住两百人 所以说这个呢 其实水花生就起一个相当于楼房的作用 给它就是说 在空间又给它提供了栖息的场所 扣蟹是大闸蟹的幼儿时期 此时它们体型较小 数量多 有限的池塘面积 需要提供相应的空间来栖息 而快速生长的水花生 形成的一片片纵横交错的株网 正好为它们打造了立体的 栖息场所 眼看定期水草的修剪和精心的喂养 大闸蟹一天天的茁壮成长 但还来不及高兴 夏季来临 于成波的池塘 又出现了大问题 马老师你看 这个土你看寒沙量太大 这我们出现的问题呢 就是经常埋排水口的时候 就是看不到漏 等人要看到的时候 已经就来不及了 它就哇一下 出现那个绝体 夏季 由于气温的升高 池塘要靠不断补充的浆水 来驱赶炎炎夏日 给大闸蟹带来的不适 然而 让于成波没有想到的是 激增的水量 远远超出了堤坝的承载能力 很多池塘 尤其是买有排水口的地方 都出现了溃坝现象 辛辛苦苦养殖的大闸蟹 也趁机 逃之夭夭 损失惨重 池塘 毁于乙穴 很显然 这又是疏松的高沙土土壤 造成的严重后果 再一次被紧急邀请到现场的 马旭州 在仔细研究了眼前的情况后 给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可以采取这种方式 就是一层土 然后就是浇水 那么等到它就是干了以后 再一层土再往上浇水 把水把它浇透的 每次把水都浇透的 一层一层的 那么一层土 完全跟水浇透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基本上就把这个 一些缝隙就通过水 把它全都是 比如说缝隙都堵住 二十多年来 走遍全国各地 大大小小的水产养殖池塘 马旭州 还从未遇到过 这样的溃坝现象 这次 马旭州 要用以杀制杀方式 来修补这个损坏的缺口 那么这样的方式 效果如何呢 创新进行试后揭秘 为了解决大闸蟹 养殖池塘的溃坝问题 水产专家马旭州尝试 用一种新方法来修坝 那边差不多了 这边 两头 你那边高一点 那边高起来一点 两头高一点 对对对 两头高一点 在掩埋排水管时 先将壩体的两边填膏 形成一个封闭的环境 然后注入浆水 你看这一跤就出现了很多缝隙 明显地看到土 对 在浆水不断地注入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土壤随着水体的渗入 也在快速地下沉 而此时 排水管道周边的漏水点 也暴露了出来 这是一份耗时 且需要耐心的工作 马旭州把这种方法 称为分层填膏风度 盖一层土 浇一层水 在等待水位自然下降时 快速找到漏水点 马上用土填堵 用脚踩实 一层又一层 不放过任何一个 针边大的漏洞 对那块 那块 再踩一下 马上 经过大半天的功夫 决堤溃坝的池塘 终于成功修复 马旭州的这种筑把方式 彻底解决了高砂土 易渗漏的决堤现象 在之后的三年里 于成波遵循水产专家的建议 坚持科学化的养殖 没想到 这易渗水的高砂土 反而成了一个优势 由于将水流动性好 糖底淤泥少 养殖出的大闸蟹 个个清贝白度 口感好 深受市场欢迎 产量也以每年25%的速度 快速增长 如今 随着人们对高品质蛋白需求的 不断增长 越来越多的科学家 在水产行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将他们的最新的研究成果 变成了养殖户们 增收增产的新点子 创新进行时 养殖有新招 下期继续为您讲述